持续带您关注乌克兰的最新战情 就在乌克兰同意坐下来谈 知己俄罗斯总统普钦 现在又下令要有核威者部队高度警戒 这是不是也导致紧张情势再度升温呢 而针对乌克兰的攻势 现在传出俄军已经占领了南部一座城镇 代理事长在脸书公开了这项消息 说公家机关大楼已经被控制 当地还有一座小型的空军基地